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啊?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看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化學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i,Hello,Diana,你好,大家好 Hello,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 X症候群 Syndrome X的自然醫療 到底什麼是X,袁醫生 是的,我們英文叫做Syndrome X 因為其實這個病 近來有很多人講及的 以及如果大家留意 市面上也開始有很多書 講解什麼是Syndrome X 當然,中文資料暫時 我們不覺得很多 但英文方面 其實已經有很多本 幾暢銷的書籍 講解這種問題 好了,什麼叫X症候群的問題呢? 很明顯症候群 意思是他有一組的健康問題 包括高血壓 體重增加 即是肥胖 以及不正常的血脂 包括膽固醇 以及三甘油脂 他也看到一件事 就是他有一種叫做 生疼代謝的毛病 我們稱為 是胰島素的抗拒 就是insulin resistance 胰島素抗拒 是一種什麼呢? 人的身體細胞 對我們身體的血糖 運輸血糖的荷爾蒙 即是胰島素 又抗拒了 當然 形成了我們那個 葡萄糖的新神代謝 出現故障 好了,如果我們身體有 太過分的 太多的胰島素 是胰島素的產生 當然會很容易引致 癡肥 血壓增加 以及血脂 三甘油脂 是會增加的 也有時候聽見 有些醫生 會形容 這個所謂X症候群的病 我們稱為一種 新神代謝的症候群 或者是葡萄糖不壽 Glucose intolerance 或者是胰島素的抗拒 抗癢 即是抗癢 即是insulin resistance 以及糖尿病的先兆 是 那為什麼這麼奇怪 會用X 去代替這個病名呢? 是的 原來在過去 我們很多的研究人員 遇到這種問題 其實他都不太明白 到底是什麼病 所以X的意思是代表 你即是未知 不知道 但是今時今日 X症候群已經是很清晰的毛病 我也知道 這是一個生疼代謝的毛病 如果身體 如果人們有所謂X症候群 而沒有去醫治 沒有去處理 他就很容易出現 一連串的所謂 發炎的症狀 包括什麼呢? 包括心臟血管的毛病 即是中風、心臟病 癌症 糖尿病 以及很多其他慢性的毛病 好了 那很明顯 通常為什麼會多了很多這些病呢? 很明顯就是我們今時今日的飲食 就是很多精煉的澱粉質 就是腥瘀膜 纖維低 還有我們必需要的脂肪酸不足 還有其他營養的缺乏 和缺乏運動 這個可以這麼說 就開始形成我們那個胰島素抗拒這個問題 當胰島素抗拒的症狀一出現的時候 很多其他的症狀 就開始 所謂X的症候群的症狀就會再出現 譬如體重的問題 或者痴肥 血壓高 膽固醇高 和三甘油脂高 那就越來越明顯了 如果你有症候群的兩或者三個症候群 你不需要完全有的 你總之或者高血壓、肥胖 或者血脂高、高血壓 這些其實我都認為 你已經出現了一個X症候群的問題 我通常怎麼知道 什麼人有這些症候群呢? 通常那些人我們叫做蘋果身材 照蘋果身材就是有一套藍的 形狀就像蘋果一樣 中間很大 衣服的腰圍很大 通常呢 這個就是我們那個 這個一或二的症狀 是會增進我們身體 在那個腰那裡 是儲藏的脂肪的 所以呢 有X症候群的人 通常都有一個蘋果的身形 是 好了 當然啦 我們要預防和處理 最好都是用營養 營養補充劑 運動 或者其他一些的方法 那我知道 如果 我們一知道 就一個病人 如果他有X症候群呢 那我們通常會用一些 自然的方法的步驟幫他做 那通常你會看到 是一個體重 是很戲劇地減少 還有血脂方面 還有血壓方面 還有整個人的身體的能量 都會高了很多的 袁醫生啊 那可不可以說一下 詳細一點說一下 那個X症候群的徵狀 和徵狀是些什麼呀 那我曾經所說到啦 通常呢 我們會在 驗血管的時候 看到呢 它原來呢 就是那個 葡萄糖 那通常我們就會 驗血糖的問題 或者胸肚的血糖 或者吃了一些糖 喝了糖水之後的血糖 那你就會看到 會有一個很點應的 就是血糖的問題 那還有那個 胰島素的抗拒 那還有呢 就是血壓高 那這個大家很容易 都自己都測到 用血壓計 這樣量一量 那還有一個呢 就是不正常的血脂 譬如那個 那個整個的 那個蛋糊醇 整體過高 還有三金油脂過高 還有好的 就是我所謂的 高濃度的 蛋糊醇過低 就是有保護性的那些過低 那這些通常都是 一般驗血那裡 就是一般常規的驗血 都會發現得到的 那還有一件事呢 就是我們那個 那個肚腩 或者胸部 就是那個脂肪 是聚積太多的 那他們的基本起因是甚麼呢 那在起因方面 我們大家都看到 可能有一個遺傳的影響 那還有呢 就是那個 當然是不健康的飲食的方法 那長期的壓力 那長期的壓力 會引發我們那個 壓力荷爾蒙的不平衡 那營養的不足 像是因素 尤其是烙 這個微元素 來的 維他命B 薪 還有 Bana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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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屬於微元素的 就是一個不是說 我們需要很多的 但是如果你沒有它呢 我們血糖就很容易出現問題了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那個肥本 还有运动缺乏 缺乏运动这些 袁医生 那在治疗方面 有什么可以做到 例如食物方面呢 很明显 饮食是一个最重要的医疗 当然我们有一个很健康的饮食 这些饮食的建议 通常是帮助你 调节你的糖的水平 还有减低你的其他风险 例如心脏、心脏血管的问题 好了 有什么特别的食物 通常我们就建议吃一些高纤维的食物 例如蔬菜、果实、种子 和完整的谷类 还有多吃一些水溶性的纤维 例如很多Oak Brain那些 那些是那个什么 Oak Brain 烟物那方面 那个豆腐、Beans 那个果实、Nuts、种子 和苹果 那这些都是一些水溶性的纤维 比较多一些的 那可以帮助我们的血糖的 那将那些阿麻子 就硬碎的那些阿麻子 那也可以每天都吃一些的 这个都很有用的了 那记住呢 就吃多少呢 每一天 就每一餐 可以吃一个 一茶匙 那或者每天吃四分之一杯 那吃多些是没问题的 那 还有喝多些干净的质素 好质素的水 那当你吃这些阿麻子的时候 那通常呢 我们会喝多少呢 如果你用一汤匙的阿麻子呢 我们就喝用大约10安士的水 就是始终你拿些水 帮它溶化它出来的 那每天呢 我们就尽量是要求呢 是进食到35到50个mg 那个和黑的纤维一天 那吃多些植物的 那个植物的蛋白质啦 比如豆科啦 Legumes啦 果仁啦 种子啦 还有Pizza Pizza是什么呀 豆 豆方面啦 那 还有呢 吃多些瘦肉的蛋白质啦 那比如火腿啦 鸡啦 还有鱼 就是每一个 每一餐呢 就尽量吃多些 还有吃那些零食方面呢 就是用做这些做零食 就很多人的零食是吃甜的 那做零食就不要用那个 好了 那蛋白 蛋白饮汁饮品啦 那那个都是 就是比较 糖分比较低呢 都可以去 去饮用啦 那蛋白质呢 就帮助我们 那个 那个 那个血糖的 平活定 它 稳定血糖的 那很多人有糖尿的时候呢 发现呢 如果他吃 在那个 平时的饮食呢 是增加 相对增加多些蛋白质 就会比较好些的 那还要吃一些 就是很质素的脂肪啦 比如鱼啦 比如三文鱼啦 是非常之好的 还有呢 是果仁和种子啦 那要尽量用一些橄榄油啦 和阿麻子油 在沙律里面 还要用这两种的人啦 好了 那 除了说 就是一般人 就是习惯一天吃三大餐啦 我觉得呢 就是最好呢 就是一天里面呢 吃多一些的小餐 就是那个多餐 小吃每个 那这个呢 就会令到你的胰肚素啦 和那个血糖呢 就比较可以稳定一些 是 那如果你喜欢吃 就是三餐这样啦 一般人吃惯了呢 那三餐之间呢 吃一些健康一些的零食啦 那这样 那尽量呢 就不要呢 就是太长时间啦 就不吃东西 比如不要超过三个小时啦 那因为这个情况呢 你身体的那个胰肚素啊 和那个糖分的那个压力 会大很多的 那就是说呢 小吃多餐 最紧的是小吃多餐 好了 那我也知道呢 下的不足是 Chromium呢 是下的那种微元素呢 的不足呢 是会导致血糖的那些问题啦 那所以呢 可以自己吃多一些 Burasease 就是包裸的那个 那个啤酒酵母啦 Whip germ啦 那个小蜜 小蜜胚胎啦 完整的谷类啦 芝士啦 黄豆的产品啦 洋葱啦 和那个 那个 那个 加力 那个 那个 蒜的那方面 那洋葱 和那个 蒜呢 都会减低我们的身体的血糖的 那也都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脏病 好了 那吃多一些啤梨啦 那这个生果方面啦 土啦 plums啦 和那个提子啦 因为它里面呢 含有很多的那个植物的化合物质啦 那这个会帮助我们那个视力方面的 那这些食物呢 那这些食物呢 就吃多一些 我们叫做 Low Glycemic Index 就是那个 升糖值 比较低的那些食物 那这些食物呢 那这些通常呢 都是水果为主啦 蛋白质为主啦 这些多数都是比较的 这一节时间就差不多啦 稍后回来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气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顺色 健波能量活水气 生命之源 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X症候群的自然医疗 那袁医生和刚才和我们提到 有些什么食物去处理X症候群 那其实有些什么食物 他们要避免的呢 最紧要避免的食物呢 就有些单糖啦 就是那些白糖啊 那些这样的食物啦 那糖果啦 Cookies啊 饼干啊 那个汽水啊 还有很多其他甜品的东西 这个就是最紧要减的 那我也都知道啦 如果我们吃那些单纯的白面包 精炼过的那些面包呢 会也都令到我们血糖呢 是会飙升的 那所以呢 我就尽量呢 就是要用一些完整的谷类啦 那些和Pasta 这些这样就比较好一点的 好啦 那当然呢 你都要看一下呢 就是要看个标签啦 是不是 他们始终可能那个淀粉汁会比较多的 好啦 那个红米啦 是不是 糙米啦 那个大麦啦 巴黎啦 Ox啦 营物啦 Spels啦 还有Kamut 那这些呢 就是可以这么说呢 是可以比较好一点的代替 Spels S-P-E-L-T 还有Kamut 那这都是一种比较新的那些的谷类的 那这些谷类呢 都是那个 那个 那个 蛋白质成分比较高一点 那令到你血糖比较稳定一点 那尽量呢 就 割酒啦 是不是 割那些咖啡因的食物啦 那因为始终这些呢 都会令到我们那个血糖呢 是飙升的 那 就是 和我们的胰岛数标升 就是起码有些人会有这个问题啦 好了 那 减低我们的饱黄脂肪啦 尤其是在我们的那些红肉啊 和那些鸿鱼类的食物啦 那通常呢 这些都是证实了呢 会增加我们那个糖尿病 和心脏病的那个危机的 好了 那我曾经说 不要吃甜品啦 但是呢 记住呢 都不要用那些化学的代糖 是 因为这些这样的代糖呢 虽然呢 就是 呃 背后呢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 那些其他副作用来的 那 那 有些什么可以做得呢 那 其实我们有些好一点的 天然一点的 所谓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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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eetener 嗯 sweetener 就是令到 甜味剂 那个什么 甜 甜味剂 那 比如好像stevia 是不是那个 甜菊叶 甜菊叶 stevia 还有 sailato 嗯 sailato 那这个 这个sailato 就是 就是我们现在 很多香口胶都有加进去的 那反而呢 sailato 是不单止是 就是一种有甜味啦 那其实原来都可以真是 减低住牙的 还有很多牙齿 那 尽量呢 就不要吃那些 那个 就是反式的脂肪啦 大家都知道啦 transferic acid 那些油啊 很多的包包 就是那些包点类啊 其实我们市面很多 吃的那些糕饼啊 那些面包啊 其实都是大部分呢 这些不健康的成分 那虽然大家很关注 那个最近那些 就是 猪油的问题啊 那 其实不单止的猪油 就是不健康的猪油呢 其实整体来说呢 我们很多这些的食物呢 都有很多这些叫 transferic acid 的 好了 那 人造牛油啦 Margarine啦 还有那个 煎炸的食物啦 大部分那个包装过的食物啦 比如 饼干啦 那个 cookies crackers 还有那些糕点呢 通常呢 都是有很多这些 我们叫做 轻化过的油 这些糕点 英文叫做chromium 就是有几组人 还有有一种对照组啦 那发现呢 就是 复食这个chromium 那个補充剂的人呢 他们那个 宜岛数的那个 那个 值呢 就是 大大地减低了的 嗯 那通常呢 是 时间是大概两个 两到四个月之内的 就是这个研究 跟进了两个四个月 那就是chromium 很明显是很有帮助啦 那我们通常用的 建议用量呢 每天大家用1000个 microgram MCG microgram 那这个呢 就会帮助我们那个 那个葡萄糖的 忍受度啦 还有呢 平衡我们那个 血糖的水平的 好了 第二个处方啦 就是我们叫做 Janima Silvestra Janima Silvestra 这个是一种 一种印度的 Ayurvedic medicine 的 一种草药来的 中文翻译叫做 母虚草 母虚草 Janima Silvestra G-Y-M-N-E-M-A G-Y-M-N-E-M-A Janima Silvestra S-Y-L-V-E-S-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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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呢 我们会建议用 大概400mg那些 400mg的溶化 那些 它有一种 它有一种25%的浓度 那个 Gaminic Acid Extract 那个抽取物 每天 但是你市面 如果你在健康店 我们健康店都有这个产品 大家可以尝试用一用 好了 第三个处方 我们叫Alpha Lipo Acid Alpha的流生酸 这是很好的抗氧化剂 用大概300-1200mg 一天 那它这个Alpha Lipo Acid 是会改善我们的 餘肚素的敏感度的 好了 还有一个处方 就是Vanadyl Sulfi 它的流化范 Vanadyl Sul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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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范的 就是那个微生素 抗物炎 用大概100-300mg 一天 也会改善 有些人 就是那个 胰岛素的抗拒的人 处理那个 葡萄糖的问题 当然 如果这个Vanadyl Sulfi 如果你自己服用的量 比较大量的时候 做好都找一个 就是 识得自然医疗的医生 就是一般的医生 未必很明白的 好了 那 还有一个处方 就是我们叫做BioTin 生物素 这个都比较上 很多健康店都找得到的了 服食大概9-16mg 毫克一天 这个也是 帮助我们的 生物素 也帮助我们的 葡萄糖的生存代謝 好了 还有一个第六个呢 就是用一些高分能的 维他命抗物炎 因为始终我们的身体 多方面都需要 那我们一个最打底的 维他命抗物也很有帮助 那最后就是 那个 必需要的脂肪酸 就是阿米加3 阿米加6 阿米加9 的脂肪酸的混合物 那阿麻子 或者鱼油 或者加上 鱼健草油 那些其实都很有帮助的 那我知道 那个必需要的脂肪酸 是我们正常的 胰岛素的功能 运作是非常之需要的 那还有没有其他 一般性的建议 那我们如果能够 找一些抗氧化剂 就是会帮助 或者加强抗氧化素 这个很重要的 尤其是有些人 就对那些 就是会说 胰岛素不受那些人 那我们也和大家 以前介绍过 就是那个三竹汁 对不对 那三竹汁 当然是很甜的 但是大家要明白 其实很多的糖尿的问题 不只是因为 就这样吃甜的关系 那三竹汁 那个抗氧化 是很强很强的 可以当一种 平时的食物也好 还有我们健康店 有很多的 就是有机的三竹汁 来喝 那B 杂 B 杂整体来说 都好 那如果有需要 就每日 每日吃一个 50mg B 杂 B 杂比较容易 买得到 升 升 是对我们 正常的 胰岛素的 新的 功能 每日 我们大家吃 30mg 一日 维他命C 维他命C 会帮助 避免我们 氧化的问题 那 那 就是这种的 就是 星庄X 有很多这种的问题 那食量呢 大概吃1000mg 一日 两次到 三次到 就是 维他命C 尽量都是 就要分开来吃的 就是做每一次过吃的太大量 因为始终身体吸收 有问题的 好了 尾 亦都帮助我们 那个 胰岛素的 那个 制造 和应用 那 每日大概 magnisium 是用500-750mg的 那 有时候 尾部多 可能有些轻舍作用 那如果你饭有轻舍 便会减低 分量少少 那时间久了 都会会适应得到的 接着维他命E杂 都会改善胰岛素的调理 以及减低胆固醇被养化的问题 服用量大概800-1200个IU 是国际单位一天 使用一些方法 有些叫TricoTricoTrieno 和Tocopherose 这些类型的维他命E比较好一点 还有就是Milk Fizzle 是什么呢? Milk Fizzle 潮仙鸡 潮仙鸡 这种草药我们知道对肝很有帮助 知道肝是一个化工厂 当然也可以改善我们血糖的水平 潮仙鸡的抽取物 每天大概吃600mg 还有就是香蕉叶 我们发现香蕉叶对人和动物 都可以帮助减低我们血糖的水平 香蕉叶我们大概吃16mg 一日三次 还有就是肾上线素 Azrenal Extract 这个也是帮助我们胰岛素的功能 胰壮腺功能 所谓腎壮腺功能 也当然帮助我们血糖的调理 我们一日大概吃500mg 一日两次胸腹食 或者根据那个瓶的指引去吃 Azrenal Extract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继续自然了发与你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愿网台的自然了发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X症候群的自然医疗 袁医生刚才和我们提到有这么多 食物补充剂可以处理X症候群 还有没有其他 我刚才还有一些 我叫DHEA DHEA我中文翻译 叫做缺氢表红巢筒 DHEA 通常都不会 那些人都读全名 我知道 一个 疑导素抗拒出现问题的人 DHEA这种荷尔蒙 简单来说 是一个主体的荷尔蒙 因为可以制造很多荷尔蒙 通常这类人都比较低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能够做些测试 证实了DHEA的荷尔蒙比较低 你可以进食一些补充剂 这个情况下 也是可以根据医生的指引 对这方面熟悉的医生 好 还有就是Cylium 车前指下 这种的谷类 这种种子 可以减低我们血糖的水平 也是一个好的纤维来源 大概吃5克 一天5克 大概是1碗茶匙 5克 还有就是人生 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那些人心 就是亚洲的人心 那我们有研究显示 会帮助改善我们血糖的问题 那食量大概是200mg一天 是 那还有苦瓜 Bittermelon苦瓜 那我们都知道可以 可以平衡 帮助平衡我们血糖的水平 那每天大概 就是每次大概用5克 5克一茶匙 那一天2次 那或者吃一些200mg的分量 一天吃3次 那就是它有一种标准的抽取液 那还有就是那个蒜 加力 那我们都知道 蒜可以帮我们稳定血糖 是帮助減低心脏病 那改善我们的血液 和減低我们身体的所谓坏的胆固醇 那吃那些蒜 那我们可以吃大概300-450mg 就吃两天 那其实蒜的产品很多 那有一种叫做Caiolic 那Caiolic是一种很久的历史的蒜 那它们就把它除了那些味 那些蒜 那些大蒜的味 那种我们叫做H garlic 那我们健康店都可以买的 那其他种蒜 那不过呢 是和它制作过的 那我们叫做熬过也好 那种H 很甜甜的好吃的 那味道不错的 那味道不是很浓的 那我有时自己都喜欢呢 就当是一种厚垃圾的那样吃 那OK 那除了Caiolic之外呢 那我们还有呢 叫做Fenigree 胡萝巴 那胡萝巴 那胡萝巴是一种植物的一个种子 那通常呢 是一种植物来的 那它也都帮助我们稳定的血糖 那 那平时呢 我们可以吃的份量呢 就15-50g 那样 就是相应的份量 就是Fenigree 就是胡萝巴 是 那还有就是Polycosinol 那我们多二 多二 那个圆醇 Polycosin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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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好的食物补充剂 对付一些高血脂的问题 那通常呢 就是晚上吃饭的时候呢 就吃大约10mg 那样多的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叫做Rasveratrol Rasveratrol 是叫做什么 白泥露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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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这个呢 是很多的红州里面都有的 那通常呢 这个会帮助我们 那个 那个 葡萄糖的生存代謝 那食量呢 125-250mg 那一般性的 水溶性的纤维的 那个 那个 補充剂呢 都会减低我们 那个葡萄糖的水平的 那服用这些的产品呢 都会看一下 那个标签的指引咯 嗯 袁医生啊 那还有没有其他保健工具呢 例如是同类疗法呢 在同类疗法的角度 我们处理呢 我们都是要个别去处理的 那就是 虽然你看到 这个X症候群 其实包括 差不多 几种不同的病 就是慢性病 所以我们处理的时候呢 我们都要几个层次的 有时候呢 我们会处理那个人的整体 我们叫做 那个体质 就是整体的配方 那 但是也有时候呢 我们都要根据他 那个本身的问题 比如血糖的问题 血脂问题 那 所以同类疗法那里呢 我自己的经验呢 我在这一类的X症候群呢 我们比较多用 我曾经所讲的 营养的草药啊 那些营养素呢 是多个单靠同类疗法的 那同类疗法的配方呢 都视乎那个情况 如果某个问题呢 是比较急切性的呢 那我通常呢 就会用一些同类疗法的疗势呢 是快点处理急切性的问题先的 那除了这个呢 就那个 针灸啊 止压啊 一般性的按摩啦 帮助我们那个 那个放松的人啦 以及改善我们的血液的流畅啦 那有时候呢 那我们那个触摸按摩呢 都会帮助我们很多 这方面的问题啊 譬如那些脚啊 会溃扬啊 就是糖尿有时候的问题啦 那那个 反射治疗啦 那通常我们在我们公司 有那个淋巴的推动啦 有个体质水疗啦 这些都会有帮助我们这方面的 那香氛油那方面呢 可以帮助我们浸肉也好 啊 当是一种 就是按摩用也好 那其实都很多的 比如伯格芒啦 朱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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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又是热X 这么切是很好的 你可以当是一范狱用啊 当是一种按摩用啊 其实这些方面都很有帮助的 但当然我们都 整天讲调了 九种的致病原因呢 其实最大是什么呢 是情绪方面的压力 所以我们一定要想 不同的程度去减压 我们前一段时间 我们也有几集 讲过那个治疗神经系统 其实那治疗是一本很好的书 就是若不要生病 最好就搞定治疗神经系统 其实那本书里面 也都介绍很多一些 很有效的减压的方法 大家如果有需要 可以来我们的律庄人健康店 去买这本书 我相信我还有很多的 其他方面就是 食烟 戒烟 尽量去减低 包括二手烟都是的 其实烟整体来说 暂时我们未觉得 有些烟有什么好处 除了我们说大麻的烟 其实不是那么差的 如果真的要吸大麻烟 肯定是好过吸普通烟 但可惜大麻现在被打压 很多人都不明白背后的真相 大家要上网去找 其实很快就会明白 大麻是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差的 其实酒 烟 酒 其他比大麻更加差的 西弱那方面更加不好的 但始终也是 就是不要吃烟 尽量要小心二手烟 如果你自己已经肥半 那记住 尽量做一些想办法 把体重慢慢的 有效的减减 还有就是 要我们血糖的水平 维持一个好的状态 当然就是 就是 关常性的运动 有用的 尤其饭后 走路 这个是非常之好的 对很多人是非常之好的 好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大家以下这个电话 跟袁医生预约回诊 25773798 如果想重找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wadio.com 麻烦了袁医生 OK 好 拜拜